最后一个问题问四个女生 想问一下四位女生 就是未来可能三年内 大概的一个生活 包括工作的一个计划 或者是一个想法 最近可能会选择去国外 然后继续去学习我的调酒 然后发展我的事业 我的话 我是今年三月都毕业 然后的话 也是希望在两三年内 可以找个男朋友 然后顺利地结婚 对 谢谢 我的话就是生活方面 我是会一直留在杭州的 然后事业的话 我希望我的公司 从五人的创业小公司 成长成一个二十人吧 要求不多 那你太需要一个组织发展经理了 首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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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号 我对我目前的生活状态 是挺满意的 所以我觉得维持现状就可以了 就是生活嘛 就我觉得没有什么 特别远大的目标 就是能够兼顾事业和家庭 就很完美 好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我选直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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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三位女生请回 来 三位女生请回 来 三位女生请回 我本人还是一个挺相信 大数据的一个人 所以就是希望 可以跟你有一个 从朋友开始做起 继续深入交往交流的一个机会 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 好 张静忆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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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挺遗憾的 谢谢 对不起